洪仲秋案在今年一审宣判 18名被告统统轻判 其中徐姓正判刑最重是8个月 但沈威智和江中刘延俊范左宪 陈以仁都只有6个月 而除了这6人跟郭玉龙不得一颗罚金之外 其他被告只被判5个月 得一颗罚金甚至无罪 听到这个结果洪家人愤怒哭泣 群众不满抗议 而洪仲秋的舅舅倒笔拇指 痛骂黑心国防部司法已死 黑色的政府 黑心的公安部 黑色的政府 台湾死瓦黑了一天 台湾死瓦死掉了 听到判决洪舅舅用手势表达不满 全家总动员听判决 竟然是18名被告统统轻叹 深远群众特地穿白衣相挺 难以接受这种结果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个判决 是不是就是可以容忍在军中继续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仲秋他应该也不会认同这样的一个判决 军中在做那个不合理的事情 没有人权的事情 也会继续伤害到我们的子弟边 这是法律所判出来的结果 洪妈妈躲在丈夫后方其实早已泪流满面 因为宝贝儿子洪仲秋在退伍前夕被关禁闭 淋虐致死 只因为带照相手机入营 五四两旅从上到下包括政府旅长 政府连长市官长和上市 被检方依法定外处罚和职权妨害自由罪 求处重刑七年六个月 但一个个只判刑六个月 只有连长徐信正执意要关洪仲秋被判刑八个月 不得一颗罚金是判刑最重的 就连禁闭式的管理士陈奕迅被认定涉嫌淋虐致死 最重可判无期徒刑 法官也只判六个月 其他人刑则更轻也都可一颗罚金用钱换免坐牢 法官输军官的结果让社会各界惊讶不已 你觉得这样有帮洪仲秋要吵得通道吗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洪妈妈本来打算原谅 但被告全部侵判情何以堪 奔波法院八个多月 检方起诉虽然给家属信心 但法官却重重打击 洪家人悲愤难评 原本其判司法给公道 微博的希望被彻底打碎 记得陈嘉明 刘世伟 高华香 SNG小组 桃圆报导